这张照片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华龙舟 然后中间坐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柯文哲 这个照片是我那时候在当幕僚的第一场活动 我就是在那场活动得到了震撼教育 嗨大家好 我是学姐皇帝 今天在17直播跟大家聊我们在幕僚的生活 这张照片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华龙舟 然后中间坐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柯文哲 这个照片是我那时候在当幕僚的第一场活动 我就是在那场活动得到了震撼教育 我完全不知道 我在这个河边的时候 我还笑笑的把他送到龙舟上面去 殊不知就在这一边大逆流 我们在河边一直看一直看 都看不到他到底在哪里 然后我就想说完了完了 就一直没有等到市长回来 等等等等 又等了20分钟之后发现他一直都没有回来 后来才发现 他整个气滑隔天 他上班的时候才跟我们讲说 他以后不要再画龙舟了 最后还跟我们讲了一句很生无可恋的话 说什么 当他一个人在河中 然后放眼望去没有幕僚 要救他的时候 他觉得他人生很 很没有希望的感觉 再来呢 就是美国的部分 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那一趟旅程 其实还蛮特别的 这个照片里面啊 就是有很多媒体朋友 你看他们都拿着电脑写稿 然后还要找网络 然后另外呢 有些人在后面录音 有些人在前面打稿 其实是还蛮辛苦的 进到房间里面之后 你就会觉得 这个装潢实在是有点可怕 他的房间超大的 长这样子 那这个房间里面 他其实还有一个很长的厕所 然后里面有一个浴缸 场景里面完全就像 美国恐怖片一样 这张是我个人会收藏的一张照片 我那时候在吃早餐的时候 我选了一个 觉得蛮漂亮的角度 就是你可以看到 外面的高楼大厦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阳光透进来的那个样子 殊不知就有一个人 突然坐在我的对面 马上 客气他的早餐 然后也不问我一下说 这边有没有坐人 就这样哦 然后我们两个人 就这样默默吃完这顿早餐 然后没有交谈 谁送我香菜 我看到香菜 有没有这种礼物啊 我的妈 好可怕哦 不要送这种东西 会吓死人 你要引起我的注意 就是送我香菜之后 我又闻到这个画面里 有香菜的味道了 香菜这种东西呢 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香菜就是一个 抢过任何主人的一个食物 譬如说你在 葡萄米川里面 你在花枝根里面 各种不同的台湾小吃里面 但是这道料理 它就算再好吃 加了香菜之后 那道料理会有 香菜打妹打妹 可以在士林北投哪里看到你 嗯 接下来可能会在 成德石牌路口这边 然后也会在 市场会 不定期的遇到我在那附近 走来走去 大概时间都是假日的早上 有点半之后 可能会在市场里面遇到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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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